大家好,我是老师,欢迎来到幸福快乐大水池 现在是6点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风这么大 波浪啊,波涛汹涌 好了,我的21型潜艇啊,哇,在日光中感觉真不错 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各种操作 前进后退,在水中的时候这个马达几乎是没有声音的 它的左右舵,这是我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没有任何的拉杆,裸露在外 好,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水瓶垛 然后吸水,汗水,更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把盖子装好,然后下水 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 今天够冷的啊 10度空气温度10度 这水啊感觉0度啊 这手都麻了 哇塞 而且风浪还蛮大的 所以拍摄效果一定不咋的 这个叫什么 Welhelm Bauer 这是20级潜艇改良过来的科研船 上面那些炮塔都被拆掉了 OKOK 简单的进行那些旧化 还有一些圣线啊 喜字啊什么的 最终效果就是这样子 还不错 那么这台潜艇如果满了100分的话呢 可以得85分 比较满意的是它的一个外观 还有它的 舵 舵的那种操作还是挺好的 那么不太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福利舱还是设置的小了一点啊 上伏的那个程度啊还不够多 嗯 还有一个就是动力啊 动力的话还是偏弱 由于这种风浪的原因哈 体验不出这种推浪的感觉 那么这个螺旋桨 这电机0408电机的话 在水中几乎没有声音啊 有时候让你觉得是不是它失联了 那么失控保护呢 我是这么设置的 当它潜到水底下20厘米左右 失控的时候呢 我设置的是它马达继续向前进 马达继续向前进 然后后面的升降舵呢 朝上翘让它朝上冲啊 所以呢有一种冲浅的那种效果 呃冲回到可以接收信号的地方呢 可以继续下沉 然后继续向前冲 哈哈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哈 那么至于水平下沉的话呢 我觉得有时候它能水平下沉 下降的也有网友像我推荐用齿轮奔哈 那么可能在以后会使用齿轮奔 因为那个流量比较大 速度比较快 控制平衡可能也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我是费总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